如何突破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别告诉我你现在还不懂 约会为了迎接这个约会的到来,你必须给我稳打稳事的进行 这可能需要一个月,也可能需要半年甚至更长 这要根据你们之间的具体情况来定夺 真爱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吗 如果你嫌她麻烦,那只能说你也不够爱吧 女人最讨厌尴尬 你会不会在约会前已经在脑海中反复了千万遍要说的话,要做的事 但在你见到她的那一瞬间,全都变成了无用功 脑子一片空白,你竟连招呼都打得很勉强 我很理解你这样的举动,是因为在乎眼前的这个人 你害怕她对你再次失望,你害怕你又再一次说错话,让她生气 更害怕矛盾会再次激发,让她又再一次愤然离开 但我多次强调过这么一句话 女人天生是需要人带领的 她会根据当下的氛围来决定她的心情,以及对待你的态度 所以你尴尬,她一定也不会自在哪里去,甚至想要逃离 让女人舒服的约会,舒适度 万变不离其中,想要跟一个人持续的交流下去 你必须要让对方感到舒服自在 如果跟你多待一秒,她都难受 那说明你的舒适度并没有建立好 要知道她都已经跟你出来了 交流当下的话题是更重要的 就是重提只会让两个人都陷入过去的悲伤当中 聊聊近期开心的事情,也多夸夸她近期的改变 没有人会拒绝赞美的 不提感情事 有很多人做了很久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个见面的机会 就想着在这次约会中一键分享 一上来就问对方还爱不爱,还有没有可能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失败的 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 不要让他认为你是带着某种目的性而来 保持点神秘感 让他捉摸不透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再一次降低他对你的警惕心理 为下一次约会做铺垫 展示高价值 你可能在心态或者外形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这次的约会就是要让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转变 但是要切记,这个改变不是由你来说 而是要让他自己体会的 外形上我就不说了 这个只要用心都会让人看出来的 特别是女人,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 这句话对于男人来说同样适用 对于心态,你要让他感受到你已经从这段恋情中领悟到了很多 并淡然了很多,也在积极努力地过着新的生活 那么曾经那么爱你的他,一定也很了解你 你若真能领悟,那他就一定能够看得出来 并不需要你多加说明,我已经改变了 再次的会面目的性只有一个 就是在一段时间的沉淀以后 让他看到你的改变 重新树立对你的看法 重新二次吸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